大家好,我是白板 今天要開一期遲到的Levi's SHF 看看Levi這邊 打開包裝盒可以看到說明書已經被嚴格了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樓師傅的預告 打開可以看到裏面什麼配件都沒有,只有手機 我這盒已經開過了,因為之前錄製口裏面不滿意刪掉了 所以防塵色的薄膜是沒了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一種珠光的感覺 應該是直接在塑料上面噴了一層珠光漆 藍色和紫色的部分是塗裝 腰帶這裡和DX一樣的是一種透明的感覺 然後這個肩甲 還有身上的塗裝 本體配了一個放鬆手 腰帶 印章 和正常的機構一樣是插下去的 所以比較緊 主體拿上起來挺緊實的 這個關節也不會鬆動 也對,畢竟也是剛買來的 對比以前出過的一款RRF來說 好太多了 當然這兩個也是不能比的 而且在官圖上面原本感覺會有的 臉會太瘦 整體拿來還是不錯的 眼睛的透明件還是很漂亮的 實物看上去比 實物看上去比 雖然說沒有官圖好 但是也是超出預期了 近幾年最良心的吧 看完Levy看Wise 說明書去哪了 怎麼正式 後面還有一個樓的師傅 但是是胡狼印章的樣子 可以看到配件都到Wise這兒來了 一個 拿出本體 應該還是開過的 防塵色薄膜還是沒的 原本薄紙這兒 腰這裡有兩張 一共三張 這整體摸上去很黏 淒面還是不錯的 原本Wise 原生Wise上面的黑藍 還是有塗出來的 眼睛也很漂亮 很黏 特別是尾巴和 尾巴和圍巾很黏 感覺有點油 看看配件 一把斧頭一把槍 一個巨石沙 塗裝還是不錯的 挺精細的 甚至後面的Decado的臉 還有幾對手型 超粒對比一下RRF RRF為了變形 捨棄了很多 外型 這個就很有皮套的感覺了 頭部 很可愛的頭部 然後呢腰帶 也有一個卡扣 可以把 硬裝卡上 像這樣 很穩定 摔不掉 不像 Saber的那個 劍的卡扣 很鬆 然後呢 這一款最大的問題 就是圍巾 和尾巴的軟膠 特別黏 尾巴是個秋 沒有問題 連結件 圍巾就很短 看看能可動吧 頭部抬頭 低頭 幾乎沒有低頭 兩側 360度 都沒有問題 平舉 打不直 因為這個肩甲的設計問題 宮二圖肌 可以 轉一周 腰部 後腰 鞠躬 左 右都是沒問題的 向前踢 90度 7C 很夠用 腳腕 可以這樣轉 只能往這邊 然後呢 腳尖 應該不會掉漆吧 看完里外 再看WISE WISE這邊的 脖子就可動性不是很大 因為有這個圍巾在這裡 可能還會有一定的回彈 這是掩蓋住了脖子的零件 平舉 可以90 可以平舉了 曲軸 兩段 然後我們這個關節這裡是突出來的 不知道它怎麼這樣設計的 鞠躬 後腰 沒有問題 前踢 7C 和Levice一樣的 因為他們是同模具的 都一樣 可動性都一樣 還有尾巴 要是裡面能固定鐵絲就好 然後呢有個球型關節在裡面 但是可動幅度不大 畢竟它是軟腳 還是會回彈 尾巾也是 尾巾起碼可以固定 掉了 先不管了 補充一點 斧頭和槍都是可以按上印章的 像這樣 簡單的水一期 為新系列開個頭 這個月可能還會再拍一期 Jack Levi's的印章開箱 那麼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了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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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